这页课呀,我们一起来学古代部分的一课啊,一起学汉月府 在学这个课之前啊,先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啊 在中国啊,这个历代的王朝中有两个王朝,非常的短命,对吧? 短命王朝,你知道这是哪两个王朝吗? 隋 对了,隋和秦朝啊,和秦朝 隋朝啊,我们刚才说三十多啊,三十多年的这个时间,对吧? 那么秦朝的时间更短,秦朝这个朝代一共有多少年呢? 一共呀,只有十五年啊,这么短的一个王朝 我们都知道,秦朝建国的皇帝,秦始皇,对吧? 统一了六国,雄心壮志,可谓是,对吧? 而且把自己称作是始皇帝 用什么名号呢? 臣等已经拟,王朝所部命令,口谕称作智,文书称作赵 臣下觐见王上要称陛下 王上贵为天子,也不好再以寡人自称了 好,从今日起,寡人就自称为镇了 看看,还是改不过来 把自己称作第一个皇帝 所以以后的这个,他的子孙后代 什么,二世,三世 希望能够怎么样,千秋万代啊 一直统治中国 但是没想到,秦朝只存在了短短的 十五年啊,就亡国了 那为什么存在了这么短时间,这个朝代就亡国了? 因为秦始皇是一个大兴土墓 啊,我们说呀,秦始皇在当政的时候啊 秦朝可以说啊,这个劳民伤财,对吧? 第一个,大兴土墓啊 我们说修建长城,对吧? 耗费了大量的这个人力和财力 再有啊,在秦朝的时候,这个赋税是非常重的 秦朝的人民啊,赋税非常重 什么是赋税啊? 什么是赋税? 啊,我们说,古代说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什么意思? 全天下的土地都是谁的? 君王的啊 全天下的人民都是谁的臣子啊? 君王 所以啊,你种君王的土地 你就要交一定的钱或者是粮 所以在秦朝时期赋税啊 赋税,你种地啊 要交多少赋税呢? 大概是三分之二 啊,相当于你种了这块地 比如说大概三百斤粮食 你就得交二百斤粮食给国家啊 所以这个赋税是非常重的 而且秦朝除了赋税以外 还有姚义 什么叫姚义啊? 啊,你免费的啊 你要怎么样啊 去做啊,这个啊 空军做这个做士兵 或者是啊,出一些劳力 比如说修长城,对吧 那么在秦朝的时候 基本上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被征兵 什么意思? 你想一想 你们家,你爸爸妈妈 这样爷爷奶奶五个人了吧 你们家五口人就得出一个人去当地 出一个人去修长城 所以啊,我们说这个秦朝赋税和摇曳是非常的重的啊 是非常的重的 而且秦朝啊 不但在这个经济上 磕,我们说磕扣百姓非常严重 而且在这个思想文化上也非常的残忍啊 我们大家知道秦朝有一个焚书 空儒,对吧 朕要把咸阳所有的血管都封了 臣,尊子 相邦,你,你闭上嘴听着 陛下 陛下 这不可以 怎么不可以 朕不但要封血管 还要尽思学 尽诗书呢 这样让那些别有用心之徒 彻底死心 那么在这个思想方面的管制啊 也非常的严格 导致后来秦末发动了农民起义 最早的起义是陈舍和吴广 大家知道,对吧 陈舍和吴广本来是被派去干嘛的 修长城的啊 结果啊 这个行路的过程中 天下大雨 他们就耽误了 耽误了时间 不能及时赶到 如果不能及时赶到 按照当时秦朝的法令 所有的人都要杀头 砍头的 于是陈舍呢 他想说 说什么呀 那么既然去了也是死 还不如怎么样啊 冒一次险 对吧 我们来起义 于是后来就起义了 那么之后啊 之后这个起义兵风起云涌 又有限出了两个人 这两个人可以说是当事英雄 一个是项羽 还有一个是谁啊 刘邦 对吧 两个人处汉之争 经过几年的这个征战 那后来谁在该下自吻啊 谁 项羽啊 拔剑自吻 那后来刘邦就建立了一个朝代 这是我们今天说到的 汉月府所诞生的这一时代 汉代啊 所以我们今天先来说汉代的概况 我们首先来说 在公元前二百零二年的时候 刘邦呢 建立了当时的这个政权 史称西汉 西汉呢 从公元前二百零二年 持续到公元九年 那么后来啊 汉代另外一个子嗣 这个人叫刘秀 他在公元二十五年的时候啊 迁都 那么建立了另外一个政权 也就是我们说到的东汉啊 东汉持续到了公元二百 所以你看一看 整个刘家的这个王朝 持续了多长时间啊 四百多年啊 这个时间就很长的 你大家非常熟悉的唐朝 才有不到三百年的历史 宋代也就三百年左右的历史啊 那那个因为他太靠前了啊 所以很多这个不是特别的啊 不像这样 有这种啊 国家疆土非常的广阔 是有大一统的局面 所以啊 汉代啊 汉代是在当时啊 我们说 就非常繁盛的一个时期 那么汉代分两部分 西汉对吧 西汉公元前二百零二年 到公元九年 西汉的建国皇帝刘邦 刘邦被称作汉高祖 请问西汉的都城是哪里 长安 长安 今天的哪里 今天的哪里 陕西西安啊 陕西西安 那么和他相对右 就是东汉公元二十五年到二百二十年 这个皇帝 刘秀啊 汉光五帝啊 东汉的都城在哪里 洛阳啊 洛阳 洛阳位于长安之东 所以前面的这个朝代叫西汉 后面的这个朝代叫做东汉啊 是因为它一个都城的位置 一个在东 一个在西啊 一个在东 一个在西 特别西西的同学就发现了 哎呀老师 中间这一块怎么回事 公元九年到公元二十五年 代汉建新 对吧 建立了一个另外一个国家 往往是汉代的外戚啊 什么叫外戚啊 外戚啊 亲戚亲戚嘛 对吧 外戚啊 外戚 他呢 这个是皇帝的妻子啊 就是这个皇帝妻子这一支的 所以呢 后来这个代汉啊 建立了自己的一个政权 但这个政权存在的时间很短啊 很短 那么从公元九年到二十五年啊 就是十四五年的时间 后来这个刘秀啊 又建立了东汉啊 这是我们说到了汉朝的这一时期啊 这个时间的分期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汉代啊 汉代的一些这个情况 首先啊 汉代在政治上是因为大一头 他的疆域是非常广阔的 你看这里啊 绿色的这个版图是西汉时期啊 西汉时期的版图已经很大了啊 已经很大了 比如我们知道的战国时期啊 之前的啊 都都大很多啊 都大很多 那么在西汉啊 可以说他在之前和之前的比 这个疆域呢 非常的广阔 而且刘邦在建国了以后 首先啊 我们说这个汉代呀 实行了一个与民休息的政策 由于面对这个秦末呀 农民起义呀 这个人民把这个生活非常的穷困的 这样的状况 据说当时这个汉高祖刘邦 刚刚当皇帝的时候 想要找一个马车来全国啊 找马来拉马 拉马车 想要找四匹颜色一样的马 找不到啊 为什么啊 就是由于年年打仗 这个马都去做战马了 所以啊 这个人民的生活非常的穷困啊 我们知道在秦朝的时候啊 在秦朝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人口大概三千万 那么在汉初的时候有多少人呢 一千五百万 少了一半的人啊 那些人都在打仗中要么流离失所 要么就去世了 所以在这个汉初的时候呀 无论在经济啊 或者在各项事业上 可以说是百废待兴啊 各种事业都非常的这个衰败 所以呢 汉初的统治者实行了与民休息 这样民众怎么样呢 安居乐业啊 能够这个啊 休养生息 举个例子 汉代和秦朝比起来 他的这个赋税就非常低 我们刚才说了 秦朝的赋税三分之二 百分之七十五 对吧 百分之七十五 那么汉代的时候啊 我告诉你 到了汉代的时候啊 他实行的是十五税一 最低的时候达到了三十税一 什么意思 你生长三十份粮食交多少 交其中的一份就够了 所以啊 你来看看 如果在秦始皇秦朝时期 你三千蛋的粮食 你需要交两千蛋 那么在汉代三千蛋的粮食 你只需要交一蛋啊 这个赋税啊 一百蛋 你只需要交一百蛋 这个赋税比我们今天还要低啊 汉代啊 在军事上啊 在军事上也不断的强盛起来 汉初的时候啊 到时候汉高谷带帝兄去攻打这个匈奴啊 匈奴 对匈奴的围攻啊 结果在白灯这个地方呢 反而被匈奴给围住了啊 当时汉高谷岌岌可危 吓坏了啊 所以在汉初的时候啊 对这个匈奴 我们说这个军事上还是比较疲弱的 但是到了武帝时期 大家就知道 魏清获去命的大将 一路把这个匈奴打到北边去 对吧 甚至都打到了这个蒙古啊 今天的蒙古地区去 所以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啊 对匈奴可是屡有战功 而且当时汉武帝呢 还派了张千两度的处置西域 想要和西域的这个国家夹击这个匈奴 虽然没有夹击成功 但是后来太痛了 这叫什么呀 私仇之路 对吧 私仇之路 那么对待匈奴 对匈奴的打仗 汉代基本上一直都没停过 从西汉到了东汉 东汉时期啊 这个汉元帝时期 著名的昭君出赛 王昭君 就是去哪和亲的 就是去匈奴和亲的 对 后来匈奴的特点叫做 霸黜百家 独尊 儒术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春秋战国时期啊 那个时候可以说是诸子百家 百家争鸣 对吧 百花齐放 各种思想啊 什么样的都有啊 儒家呀 道家呀 法家呀 墨家呀 对吧 各种各样的这个思想啊 百花齐放 但是到了汉代的时候 汉初 由于实行 与民休息的政策 所以他用的是 哪一家的思想呢 道家 汉初用的是 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啊 我们说 他的这个主体叫做什么呀 无为而至 对你的巨行不能有太多的这些是什么呀 啊 征战呢 或者对民众的这种打扰 所以正适合这个与民休息啊 汉初的时候用的是道家思想 但是后来到了汉武帝时期啊 国家已经这个国力强盛 实现大一统 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他们就罢出了百家思想 独尊 儒术 儒爵 儒教 在这一时期 增上了正统的地位 开始了在中国将近两千年的统治地位 那为什么用儒教啊 为什么用儒学呀 对吧 我们说孔子的这个儒学呀 他这个中心 叫做人 对吧 人者爱人 要求你的民众怎么样呢 对你的君王无限的忠诚 对吧 那后来再加上读书的啊 再加上读书的这个一番解释 所以呢 儒学在这个时候开始登上正统的地位啊 对中国啊 此后的这个影响啊 是非常深远的 这种说到他在文化上 那么再有就是在 啊 在文学方面 西汉时期啊 涌现了两个人啊 最为著名 被我们称作西汉两司马 司马 天和司马 向儒啊 非常好 司马天是中国著名的什么家呀 历史学家 对吧 编算的这个史书叫做 史记 关于史记啊 有一个重要的考点 说史记是中国第一步 什么体的 记转体的 断代史还通史 通史啊 解释一下什么叫断代史 什么叫通史 断代史往往就是描写了啊 一个朝代的历史 通史往往都描写的什么呀 多个朝代 所以史记上至皇帝下到司马天所生活的汉武帝啊 这一时期大概三千年的时间啊 你要想三千年的这个时间 那么他的这个文章啊 他这个史记也可以说呀 字数非常的多啊 达到了五十多万字啊 五十多万字 司马天光写啊 写就写了十六年啊 就写了十六年 司马向如啊 我们说是那时期的这个富啊 汉富的重要作家 他的代表作品啊 叫做子虚富 上林富 那一提到司马向如啊 我们就得提到这个 他和卓文君啊 他和卓文君 我们来简单的说啊 简单的说 司马向如出生并不好啊 出生并不好 那么有一次呢 他来到四川成都 去拜访他那一个好朋友啊 那一个好朋友啊 当时的一个小县官啊 叫王吉 于是呢 在和王吉这个交谈的时候啊 他得知当地呢 有一个这个首富最有钱的人 这个人叫做卓王孙 卓王孙有一个女儿 叫做卓文君啊 据说台帽双全 司马向如啊 不但是个文学家 还是个音乐家啊 还是个音乐家 于是他啊 这个在当地啊 这个小地方 还立刻就传开了 说哇 我们这小地儿 来了一个特别有才华的 而且特别神秘的人物 对吧 那么很快啊 这个消息呢 就被卓王孙知道了 那卓王孙呢 啊就这个跳到了坑里去啊 就跳进陷阱里去了啊 于是这个王孙就在家里 办了个大宴会 宴请了一百多人啊 那么王吉和这司马向如 都在被邀啊 被邀之列 司马向如来到这个宴会上啊 大家都对他交口称赞 说哎呀 听说你这个文章写的特别好 听说你啊 弹琴弹得很好 于是纷纷要求说 哎 你给我们弹奏一首如何呀 这个司马向如也没客气 说好 那我给你们弹奏一曲 那在这个宴会上呢 卓王孙的女儿 卓文君也听说了 哎呀 这个有才华的人 到底长什么样呢 于是这个卓文君呀 就打算出来看看 但是女孩子不能参加这种宴会啊 他就从他们家后面的这个帘子后面啊 偷偷的偷窥啊 看 结果啊 就被这个司马向如给看见了 司马向如说 好美啊 特别漂亮啊 于是呢 这个啊 心有所动 那么司马向如拿过这个琴来啊 扶琴的时候 专门弹了一首特别的曲子 叫做凤 求 黄 我们今天说凤黄 凤黄指的一种动物 对吧 那古代凤和黄指的是两种啊 两种啊 这个性别不同 一雄 一雌 所以呢 在这里啊 他就是这个啊 凤求黄 那就是表达爱意啊 表达爱意 通过一个曲子 表达了自己的这个爱意 那么卓文君啊 又有才华 所以呢 一听就听懂了 那当年晚上呢 这个司马向如就买通了卓文君身边的一个小仆人啊 送去了一封信 表达自己的这个啊 感情啊 表达自己的感情 那卓文君看到以后呢 知道自己的爸爸啊 卓王孙不能让自己嫁给一个这么穷的人啊 但是呢 思量再三啊 收拾细软 把自己之前的东西啊 都收拾起来 然后呢 当年晚上就来到了司马向如住的这个 地方啊 跟司马向如说 我愿意跟你一起生活 所以后来啊 就成就了一个文学或者史界的佳话 叫做文君 也奔啊 那之后 司马向如由于写父啊 这个子虚父 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 那么后来就去京城做官了啊 去京城做官 去京城做官之前 司马向如跟他的太太啊 文君 说呢 等等我啊 三四个月 以后啊 我就回来接你去京城 卓文君就在家开始等了 结果啊 等了三四个月过去啊 半年过去 三四年过去 等到了五六年 才从京城里等来了一封信 等来了一封信 信中就那么十三个字啊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 没了 这首是 这封信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啊 对了 你来看啊 一到十往上加 十在往上的这个数量级是百 百在往上数量级是千 千在往上万 万那往上是什么 义 这封信里有没有义 没有义 所以啊 那个义 从这个义 情义的义啊 说啊 有没有义了 我们两个之间 没有情义了 我对你没有感情了 所以什么意思啊 你说呀 你不用等我了啊 我抛弃你了啊 我们两个人啊 这个啊 分开吧 你想一想 你要是卓文 你要是卓文君 等丈夫等了五六年 等了这么一封信 啊你什么样的反应啊 我估计啊 一般的女子肯定 嚎啕大哭 吹凶顿足 对吧 啊 这个失声痛哭 但是呢 卓文君 我们刚才说过 他不但美啊 懂音乐 而且呢 还很有才华 于是呢 他就以丈夫来信的 这个从一到万啊 给丈夫回了一封信 我们来看看啊 那个戏啊 是一首诗 叫做怨狼诗 蛮有的狼君啊 说的什么呢 一别之后 两地相思 我们两个分别了 两地相思 说的是三四月 却谁知是五六年 你跟我说三四个月就来 谁知道 我一抖都等了五六年了 西弦琴 古代的琴是七根弦的 西弦琴 无心谈 我都没有心思谈 八行书无可传 只带着信件 我想给你写信 都不知道忘了 幽记 九九连环 九连环是一个玩具 对吧 九个环中间穿一个 把它拆下来的 九连环从中折断 为什么 我玩这个东西啊 想要解闷 可是心烦意乱 都把这个九连环折断了 十里长屏 望远欲穿 古代的瓶子 十里设一个 十里设一个 站在这儿 我呀 向远处看 看的眼睛 都怎么样 要看穿了啊 也找不到你的身影 然后是百般怨 我对你是百般的埋怨 千般念 但是更多的呢 是思念 万般无奈 把狼怨 我实在是无可奈何了 才来埋怨你 你看卓文君有才华没有啊 非常有才华啊 你再恢 delivers我的缘子 为了我 是多少 不变得飓 不要哭